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媒体上有一个报道说您是打了一个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是的 这个事缘起是在我们这个演播室 我跟凤凰网 我们一个美女主持 萨文婷 在聊的时候 我说我该来一句 我说如果希拉里赢不了我就裸奔 那时候节目没说 节目后说的 是您说的是吧 这是私下里说的 过两天去凤凰卫视 强强三人行 跟豆温涛老师做节目 我就说起这话 我说希拉里肯定赢了 如果希拉里赢不了 我裸奔私下里说的 所以防火防盗防击者 豆温涛老师节目一开始说 我听说如果希拉里赢不了 你就裸奔 你哪来这么多自信 为什么 对 然后我就讲了一系列的理由 结果就在911纪念活动上 希拉里不是晕倒吗 后来有人说他是肺炎 有人说他是老年痴呆症 对 那健康问题 当时很多网友都特别关心的过来问我 王老师 你说好算数吗 对 你一定要裸奔 豆云涛专门说 你再来做一次节目 我说我不在北京 他说你是不是害怕了 我说我没害怕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通过现在三场辩论已经结束 第一场希拉里大胜 第二场希拉里小胜 第三场 我认为特朗普占了一定的优势 但CNN的民调显示 希拉里赢了第三次辩论 就是特朗普想当上总统 想逆袭 想成功的上演 屌丝逆袭 除非在未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 还有奇迹发生 什么奇迹 纽约再有一次那种像911那种类似的那种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可能这样会能改变结果 否则的话 或者把您赌注跟美国人说一下 如果特朗普要是当选 您就裸奔 估计也会对特朗普的人切疑有所提 有这样的事情吗 纽约有一个乞丐 长得还挺帅 还挺年轻 就在纽约街头放了一个牌子 这里放了一个小框 牌子上写着 给我一美元 否则我就投特朗普一票 看好多人我再扔钱 所以我这个赌还是能得到美国人民的拥护跟支持的 您如果到时候要是裸奔的话 我们给您做视频直播 据我们了解 王老师还是说话算数的 斗文涛会一起的 到时候拉着邵文庭 那就更好看了